之前争议不断是为了要维持公平竞争 台北市政府曾下令要求各继承车队 不能够以打折促销来招揽顾客 不过最近我们就发现 这股小黄打折促销又悄悄的卷土重来了 来看看我们独家之籍 这是蛮摆折死的 刚好叫到我这个有折扣的车 见到乘客坐上车 问蒋司机主动爆出车子有折扣 但背后折扣的真相 竟是如此 折扣是我们司机自己吸收 没有办法 公司就要利用我们转帮他打管 司机还爆料他签约的车队 因为强迫司机给乘客打折 却要司机吸收 多次遭台北市公共运输处开罚 司机为保住生计大多只能 睁只眼闭只眼 因为乘客也是希望说 赢你一点是最好 对不对 我们希望也是赚多一点是最好 计程车队就是透过发送手机简讯 只要打专用号码叫车就能享有折扣 条件很吸引人 问题是以乘客的出发点来看 真能省到荷包吗 记者实际测试 我们刚刚是打了一次整个轿车的服务 总共耗时将近快要两分钟 到底有没有省到荷包呢 民众也要好好想一想 这个电话费都得算进去 打电话叫车可能他还要等时间他来 那可能在等的时间过程程度就好几步 计程车市场抢客抢得凶 但光是去年台北市就有四家计程车车队 因为靠着车资打折的宣传手法 却要司机自行买单遭开罚 对一般消费者来说 轿车的通话费加上短程车距是不能打折的 轿车前还得再多精打细算 随着林冬明周一的台北采访报道